這水噴起來的時候 他們一直都在照三更噴 照三兩 照這個三兩 照這個一麥的三兩 就是 他們有時候噴起來的時候 敏定的浮游生物 叫豬血 那是怎麼知道 因為當中朋友做研究的時候 我噴起來的時候怎麼會流生 我四周他都白色的東西 二十六個月 二十六個月 他把白色的東西收拾起來 放那一段時間 往那的繩圍去看 往那裡有塞這些魚 塞這些蝦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因為 黑草大來的浮游生物 經過這個燭水的時候 你噴起來油更爽 油更燙 讓這些浮游生物把它作成 大家如果在菜市場配過芙蠟 你就知道 新的芙蠟是什麼 泡泥的 那種芙蠟 還是什麼芙蠟 那本來白色的 是什麼 外的時候 青春是透明 豬血的又變白 所以現在看到浮游生物 浮游生物本來是透明的 看到了很多 因為很小吃 那冬山 它透明的 看過 都燙過 看過有浮游生物 但是豬血之後呢 那邊都變白 浮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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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它會好好吃 在這裡要吃東西 根本不用太燙 它變成怎樣 那東西浮游了 都死的 煮熟的 像我們肉要吃的不一樣 那邊捏菜 你用咖啡 你捏看那邊有嗎 就你捏不完嘛 你要用什麼 所以它發展出來的腳 就變成我們中老要吃飯 那東西怎麼辦 是怎樣 因為那東西的浮游 是煮熟的 不用到家裡 都在家裡 拿著就好 所以你當時吃飯 當時飯 你就當時吃飯 放起來 流水 開飯 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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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浮游太豐富 不能去燒煎 不能去燒爬 大家都有他吃 所以他的腳 必須要發展 對他來說 變成像小孩這樣 他腳有很多 如果變成像小孩 要拿東西就拿不起來 那個東西 煮熟都軟的 不然骨頭 也沒什麼 那些腳 大家都合到 你如果打到 腳就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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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腳的字幕 比較的夭食 沒有東西可以吃 所以這對生活來說 全世界 有這種的遷害運作 全部都有二十位 譬如說 你這裏 做個叫做全世界 去調查來有 發表會報告的 全部都有二十位 有些二十光秋以來 這些運作的 有這種生涯 但是獨獨到台灣 因為黑潮的原因 把一些保養生物帶來這裡 分出來把那些主食 在這裡擁有 然後 這麼年齡 幾個月的日子 住在這裡 這裡也跟這種日子在這裡 當然 它又要有 一些特殊的年齡 分數在這裡 因為這裡很爽 它要經常爽 也跟這裡有這種日子 所以發表在世界的時候 讓一些科學家 對生活幸福的人來說 哇 怎麼這麼年齡 醋味 那這個生活在這裡 那外理是什麼 全世界也有 所以這支研究 到底全世界最好的 就是Nature 所以這位朋友 也因為這支世界很有名 大家知道 全世界有這種錢 在這種生態的內地有 對我們台灣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一種曝光的機會 人家說 喔 全世界這支是 當地保養的 我們台灣 還有很多這類的東西 我們來幫它開發出來 最後一種 就是珊瑚礁的生態系統 這就是我研究的專長 我就研究這珊瑚礁 你看珊瑚礁 這支 它都是珊瑚 都有電子 在骨頭邊電子 所以想看看 在這裡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一些小隻魚 小隻生物都在裡面 大隻魚要吃 像是董哥 在這檢國空間 這董哥 他就會聽 這小隻魚的米到 米到有辦法燙了不快 它就片面天地的時候 它才會燙出來 所以在珊瑚礁裡面 很多生物會在那裡 在那裡 然後這珊瑚礁 一個很大的狗片 提供牛塑給它在那裡 當然是它發生在那裡 你看這有燙 這燙是什麼意思 這燙有日本的燙嗎 它燙是裡面有 一種單細胞的藻類 它們共生 所以你們都會聽到 每年夏天 現在這次又差不多要來 燙水還要來台灣 現在這看來都很大 在昆甸 你看過 昆甸那裡 三五個白化 白化是什麼 這些藻類 沒有去 沒有去之後 看到都是像 這些地獄骨頭 就是白化 那這年 在這裡 有辦法提供 很多生物的主員 因為 雖然是動物 但是 它也是日本 它裡面還有 藻類細胞的光合作用 所以它也是一個生產者 所以在珊瑚礁的 這個生態系統 很結束的就是 它跟獨小的熱帶雨林一樣 雖然熱帶雨林 波浪很大 所以波浪的營養 都叫做波沖造的 但你看熱帶雨林是怎樣 像我那麼多 像我那麼多 全世界的生活 中類最多的熱帶雨林 它就像這樣說 那不是頭都沒有營養 那怎麼會 那麼多的生活 有在那裡 我就會在那裡 拍牛 生物膠也像這樣 你下去 生物膠也像這樣 你去營養水 好甜點去看看 我這次看到 我又看到 兩百公司的水底 你看兩百公司 清清清清 清代表層 裡面沒有營養 只有營養 就會生藻類 水就會流流 那麼清淡 就沒有營養 海水 獨秀的熱帶雨林 同樣 頭都沒有營養 怎麼會那麼多生物 海水就那麼清淡 沒有營養 為什麼那麼多生物 都刻印 刻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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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珊瑚 所以以珊瑚礁 裡面 生物就很多種 知道哪有十百多種 不知道有八糕百種 八糕百種 八糕百種 不知道是怎樣 因為 它看不到嗎 不是 你如果沒有發生事 沒有去看 你不知道 我正常在 瀏洞做一個研究 叫做海綿 海綿 海綿 那海綿 你如果不注意看 就是在塑膠洛 蓋在一個東西 是因為造成珊瑚的危害 說到聽說 我來海綿 先去幾塊 沒有DT 就要 0.1公分的高度 然後我忘記的影片 所以像這個 在海裡面 還有塑膠洛 這樣 有看到很多種精靈 有這個 是政府在這裡 很多人 客家在吃錢 僑匯一千 餐廳的東西 這裡 如果是在內 政府的租圓 還有觀光的租圓 在我們 台灣 澳洲一樣 澳洲有大保障 我們有困難,有在哪裡有人屬 這兩個地方有一樣一個共同的極競是什麼 全世界珊瑚的種類最多的地方 那兩個就是一個大寶礁,一個就是台灣 一個大寶礁,它的珊瑚的種類有超過三八種 台灣也超過三八種 其他世界有珊瑚礁的地方都沒有超過那麼多種 所以台灣是很有珊瑚的那種地方 像我,未來這個珊瑚和全球軟化的武器 所以台灣對珊瑚的研究是對世界的共同這麼大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也提起很多美國的專家來我們的困難做研究 這就是因為我們有這麼特殊的環境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這麼豐富的海洋主管 跟我們生活來說,就有很多很多的環境 因為時間的關係最好 我剛才會介紹,我們海洋有四個很大的危機 一個就是魚仔獲得太多 拿到後來我們沒有魚仔獲得 第二個,因為我們有的環境 我們要大,我們要用 沒有收穫到其他生活要大的地方 所以環境很多,我們要大的地方 這個生活沒有去 我們坦白說,未來的環境改變 我們沒有要留在時間,知道嗎 後面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讓我們海洋越來越辣散 氣候變成,氣候變成是共同另外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要改變更多困難 像溫度像體質度,要不一樣是多 這不太簡單 所以這是我們以來台灣 對海洋要留留 要做到一些內容 簡單今天就跟大家介紹 因為時間有關的,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謝謝大家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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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